刺伤嫌犯后在开车冲撞 柔佛新山恐怖命案 确定涉及黑帮活动 副首相阿莫扎西说 警方认定两个黑社会的帮派冲突 相信是嫌犯杀人的动机 警方相信死者是其中一个 黑帮组织的头目 而四名嫌犯的身份 也已经被警方锁定 目前正在追查他们的下落 阿莫扎西誓言一定会将 所有嫌犯捉拿归案 他强调虽然涉及黑帮活动 但警方已经准备好 面对任何的报复行动 在这同时 全国副警察总长丹茨里诺拉西泽宣布 警方将成立特别小组 调查这起命案 他透露警方的资料显示 死者拥有犯罪前科 而警方不排除案件涉及非法放贷 或黑帮争夺地盘等因素 NTV7综合报道